他吻了吻心神,整了整思绪,心中暗道,不对啊,虽然说我的双亲都是基督徒,我也相信基督是主,但是我自己从未正式受过洗礼,连一名基督徒都算不上,怎么能一下子就担当米兰大主教之职呢? 这可是本教区之最高圣职呀,再者说,我现在又身为一省之长,没有上级的命令怎能随便就挂印器官呢?于是,安波罗修赶紧向众人抱拳行义,各位父老,各位教友,承蒙大家厚爱,安波罗修内心实在是感激不尽,只是我哪一届罪人根本就不配担任圣职,况且我未受洗礼, 也从未正式受过神学训练,也从未在教会做牧养工作,怎能堪当大主教之职,于情于理于法都不合呀。这时,代表两派的几名主教走上前来,也向安波罗修施礼。 安省长,安大主教,这大间世界的一切都是神来掌管,今天你当这大主教乃是主的拣选,也是众望所归,人心所向呀,你就不必再推辞了。 你素来德高望尊,秉公无私,若能来当这个大主教,必能发挥你的领导才华,我们两派都无条件地忠心地拥戴。 安波罗修,再次感谢大家的好意,只是仍然坚持不受,然后赶紧打道回府。 可是,会众们似乎已经铁了心邀请安波罗修当大主教,于是大家联名写信给当时的罗马西部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,请瓦伦提尼安下行政命令让安波罗修就职。 安波罗修,知道后赶紧拟了一个奏折,陈述此事之不妥。 但是,瓦伦提尼安却来了一道圣旨。 而爱卿年轻有为,政绩斐然,乃治世之能臣,受两派百姓之热烈拥护,实属不易。 既然大家一致,共退由爱卿来担任米兰大主教。 民意难为,民意可敬,爱卿当破除救赎,不拘一格,挺身而出。 朕也致爱卿素来笃信基督,洗礼之事可以即刻进行,由卿担任大主教之职并无不当。 卿之省长之职,朕自会利用加选。 安波罗修,既得了皇帝的圣旨,最重要的是,他自己也觉得这是神对他的召唤。 于是他再也不推辞,先放弃了省长高职,到教会接受了庄严的洗礼,八天之后便正式出任米兰大主教。 上任一时,安波罗修,在留下一些财产供养姐弟之外,将所有个人私产悉数捐出,一部分用来救济穷人,一部分则交给教会。 他从世俗事物中毅然裸退之后,就全身心地投入了教会工作。 安波罗修,在年轻时学的是文学和法律专业,对哲学问题较少涉猎,对神学问题更是先有研究,担当大主教绝对是专业不对口。 为了弥补这些不足,安波罗修,通宵达旦的苦言圣经,专心致志的苦修神学,谦逊积极的变坊名师,很快,他还给自己从罗马教会请来了一位老师专门指导学习。 此人名叫辛普里仙,当时是罗马教会的一名牧师兼神学家,学贯天人,满腹经伦,在他的指导下,安波罗修在圣经和神学方面的学习一日千里。 安波罗修又精通希腊语,这在当时通用拉丁语的西方教会中极为罕见,他利用这一特长深入研究了犹太哲学家斐洛,大神学家俄利根,亚特纳修等人的希腊语作品,他还跟该撒利亚的巴西流,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,与之探讨信仰问题和教会工作。 仅仅一两年的时间,安波罗修已然在神学上颇有造诣,在讲道时,他引经论点,如属家珍,又足以出口成章的卓越修辞才能,很快明满西方教会,积身于当代首屈一指的大神学家之列。 安波罗修当选米兰大主教时,虽然也受到了亚流派人士的拥护,但是安波罗修上任之后并不同情亚流主义,而是极力以新尼西亚派思想为正统信仰。 面对在东西方教会渗透很深的亚流派人物,安波罗修,旗帜鲜明地跟他们划清界限,以大主教的职权毫不妥协的肃清米兰教会中的亚流主义。 在帝国西部,皇太后,瓦伦提尼安二世的母亲尤斯蒂娜,是亚流派的铁杆支持者。 瓦伦提尼安因此也偏向亚流派,有了皇太后和皇帝坐后盾,亚流派自然是上蹿下跳,有恃无恐。 385年,米兰教区的亚流派分子强行要求将教区中两个教会划归亚流派管理,为此目的,尤斯蒂娜,受益米兰的军警协助行动,一场争夺战眼看就要爆发。 但是,安波罗修无所畏惧,一面上书到帝国议会,一面向米兰教会乃至整个帝国的亚流派发出强烈的声明。 如果你们需要交出我的人,我准备提交,带我到监狱去,或者让我受死,即使这样我也不会抗拒,但是我绝不会背叛基督的教会。 我不会呼吁人们救助我,我会死在神的祭坛之下,但绝不会抛弃神的祭坛。 骚动的人,我不会鼓励他们,但只有神可以安抚人们,只有从神那里可以得到和平和宁静。 几日之后,安波罗修亲赴议会举行的听证会,他在会上有礼有据有节地滔滔雄变,还指名道姓地公开批评某些皇家成员粗暴干涉教务,令瓦伦提尼安为之策目。 鉴于安波罗修的名声威望,瓦伦提尼安无计可施,最后让尤斯蒂呢,下令撤走了本想协助亚流派强抢教会的军警。 388年,西部皇帝瓦伦提尼安二世被叛军击败,跑到东部皇帝迪奥多西仗下求救。 迪奥多西帮他恢复了皇位,但实际上,此时的瓦伦提尼安已成傀儡,整个罗马帝国的大权已掌握在迪奥多西手下。 迪奥多西支持新尼西亚派,前面说过,早在381年,在他的召集下,军事坦丁堡大公会议举行后,亚流派被诅咒驱逐,其势力在帝国东部江河日下, 只能在西部做垂死挣扎。 现在迪奥多西快要一统天下,亚流派在西部也混不下去了,只能不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。 当迪奥多西统一了教会信仰之后,又眼看着要统一帝国,于是自是功高盖世,又口口声声独尊基督教,尊基督为主。 但是此人实际上性情暴躁,杀人如麻。 390年,派驻在希腊地区铁撒罗尼加的罗马巡抚被当地乱民谋杀。 迪奥多西恨得暴跳如雷,下令惩戒,铁撒罗尼加成民。 派去执行任务的部队竟然在铁撒罗尼加城大开杀戒,造成近7000人的死亡。 安波罗修得知情况,悲愤满腔。 正巧迪奥多西到西部巡查路过米兰。 安波罗修于是修上剑书一封,抵交迪奥多西,书中写道。 陈锦文陛下发令,命不对在铁撒罗尼加城平乱,但是帝国的部队借口平乱却滥杀无故,造成无数平民家破人亡。 作为一国之尊的皇帝,陈以为陛下应该对此事负全责,应向全国人民发表公告,向人民致歉。 陛下既然常言以基督为主,那么就应该常怀基督那怜悯之心。 请陛下效法从前的大魏王,公开地主动地向主忏悔认罪。 迪奥多西,接到剑书,自然是气得大发雷霆。 这个安波罗修,他吃了雄心抱胆了,竟然修书犯上,要朕公开忏悔,连门都没有。 来人啊,抓那安波罗修,来见朕。